花莲文丹佑今年品质优良大丰收 县府下午特别在瑞穗产地举办 微酸回甘黄金比例的丰收上市记者会 县府突破疫情封锁采线上线下多重管制 来行销花莲优质的文丹佑 花莲县长许正伟农粮署动区分署长许徽飞 两人共同在下树上的文丹佑 花莲微酸回甘黄金比例的优质文丹佑 也正式收成上架 全国第一滴汪汪 透过智慧农业 我们的这个远端监测 还有这个对于土壤的这个分析 养分的分析 还有这个水分的分析 自动给水 而且让整个成本下降 让整个管理精准 让整个这个整个产品提升 而且让品质非常非常的稳定 如这乡是全国也是花莲文丹佑主要产区 总共800多公顷面积的文丹佑 在农政单位辅导及农民用心栽培 文丹佑品质深受消费市场的青睐 尤其这两年来 县政府也导入智慧农业科技生产 让花莲文丹佑如虎添翼 造就今年我们有非常多的电商平台 来跟花莲县政府或者是各级农会来接触 产量多且品质优的文丹佑 县政府也突破疫情封锁 今年结合12家知名电商 采线上线下多重管道来行销推广 让国内外消费大众都能品尝到 花莲瑞瑞赫钢的文丹佑 花莲文丹佑分级分价制度完善 除了鲜食农会以及在地小农 也加工研发制作文丹佑的相关加工品 再者县政府也突破疫情编辑封锁 县政府农业处表示 今年预估1.7万公顷的文丹佑外销 瑞瑞也会有将近1.3万吨的文丹佑 外销日本、新加坡以及加拿大等国 记者是韦蓝瑞瑞采访报道